哈囉 大家好 我是Jessica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東西呢 是 E-Mart 的包裹 然後呢 這個 E-Mart 包裹呢 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蝦皮買的 那天我在 我的限時動態上面發 就是我從 G-market 上面買了一些海帶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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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食物類的東西 然後運費真是有夠貴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 G-market 上面運費 是有半價的 但是 既食物類呢 半價的那個 貨運不送 欸 半價是誰不送啊 是順風不送是不是 好 是順風不送好像 所以變成是你只能走郵局 然後郵政的運費真的有夠貴的 所以當時我買完東西之後呢 我的運費是比海帶湯 還要貴的 那那個時候 那個限時一貼出來之後 就是大家就很熱情的告訴我說 欸 Jessica 在蝦皮上面 E-Mart 他們有在上面開 就是旗艦店 你可以在上面買你要的那個海帶湯 就可以了 好 我先跟大家講 那個上面的海帶湯呢 它現在的價格是一包154塊台幣 可是在 G-market 上面呢 它是三包200出頭台幣 價格上面是貴很多的 如果你是少量購買的人呢 當然加上運費的話 你在蝦皮上面買就好了 那如果說你是要買多的人呢 那還是自己在 G-market 上面買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就跟大家分享 那我買了兩箱 為什麼我買兩箱呢 因為它有那個優惠券是 滿多少錢可以折多少 滿多少錢可以折多少 可是那個券不能夠重複使用 就是不能夠累積使用 所以我就把我的訂單拆成兩個金額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來拆吧 總共有兩箱 好 拆拆拆 好 我打開了 它裡面就只有放一些這種泡泡袋 然後呢 它跟韓國批貨一樣 還有一個袋子在裡面 怕它濕掉 好 來 給大家看 這就是我買的海帶湯 我跟你講這海帶湯是真的很好喝 之前有看我跟Eva的韓國Vlog的人 應該就知道我們就是在四季煮飯嘛 然後我們就煮了這個海帶湯 這海帶湯真的好好喝 我真的 我個人真的是非常熱愛海帶湯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 就是一直心心念念在海帶湯 可是你們知道就是因為這個東西真的很重 如果你出國你要自己帶 帶的數量也是有限 那如果說是譬如說現在去批貨 我真的沒有辦法叫他帶這個東西 因為它東西已經很多了 然後這東西又很重 然後我覺得很不好意思請他帶 但是呢 現在就可以買的到了 真的非常好喝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海帶湯 你看我買了一個這個海帶湯 然後我還買了濃辛的海帶湯 這是不同品牌 我之前喝的是這個C&J他們家出的 然後這個是濃辛的 因為濃辛泡麵很好吃嘛 所以我想說應該也不錯吧 然後又是一個海帶湯 還是一個海帶湯 我買了四包海帶湯 下一個我買了一個 呵呵是扁掉了 我買了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個人很愛吃巧克力 然後我又很常吃C&J 那我就覺得就是 好像巧克力吃多也不太好 可是我又無法借到巧克力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 他們家的巧克力麥片 我跟妳講這個巧克力麥片 它裡面是有夾東西的 這個 這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我現在馬上來吃好了 我回來了 我拿好我的碗了 來泡牛奶了 欸你們都喜歡先到C&J再到牛奶 還是先到牛奶再到C&J 其實我是喜歡先到C&J再到牛奶 可是因為我現在這邊沒有桌子 我只能放在地上 所以操作上面來講我是先到牛奶 好了 趕快來開這個 我好期待 欸可是你們買他們 在網路上面買食物類 你們一定要注意保存期限喔 因為尤其是它又要經過你知道 長途跋涉 喔好香喔 嚐嚐看 我先吃一個 好好吃喔 你們看它看起來好誘人喔 很像Oreo的感覺 密碼來吃吃看 這會讓你每天都想吃早餐欸 好好吃喔 我靠這超肥的欸 這100克 這100克有400 460大卡欸 喔靠 這個 這一盒 總共有 總共有五份 然後每一份是 460大卡 好胖喔 可是好好吃喔 而且這個有一個很好的地方是 它不會像一般的sero 很快泡軟掉 因為它很厚 我買了一個這個 生生的烏龍麵 就是以前我記得那時候 就以前就是我們在美國的時候 然後是我們住校 那時候就是 韓國人他們都會買一個泡麵 就是買一個叫做辣生生 就是它有寫個辣 然後生生 那那個泡麵裡面呢 除了麵之外呢 還有年糕 就是相關於就是辣炒年糕泡麵的意思 可是我已經很久都沒有看到那個泡麵了 反正就是這個牌子 然後每次我看到這個牌子 我就會想起 那個時候在住校的時候 然後大家 晚上的時候煮辣生生吃 然後我不知道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沒有出了 但是 就是這個牌子 對我來講就是 算是一個回憶的牌子 所以我剛剛 最後那時候我看到我就買了 不過這個台灣是有賣的啦 你不用特地就是去買 不過因為在蝦皮上面一起買嘛 就順便 這樣子 下一個 其實就是起司通心粉 然後這個其實大家自己做也很方便 可是因為 我個人很喜歡吃這個 然後我記得之前我阿姨他們帶我去那種 比較貴的那種buffet吃到飽的 然後就是可以有龍蝦啊 然後牛排啊 什麼那種東西吃到飽 然後一個人的費用好像是 將近一百美金吧 我記得 然後反正那個時候呢我去 大家都是拿蝦啊 龍蝦啊 螃蟹啊 牛排啊 我就是一直拿 macaroni and cheese 然後跟馬鈴薯泥 我就是賠錢貨 因為我真的太愛吃這個了 然後還有馬鈴薯泥 就是一直拿這兩樣一直拿 一直拿一直拿 然後就吃飽了 你們有人跟我一樣是 專挑便宜貨吃的嗎 不過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麵阿 它煮完之後 它會有一個 就是你一吃就是 它就是一個 料理包的味道啦 所以如果你很不喜歡 料理包味道的人 這個你可能不適合 它沒有新鮮的 macaroni and cheese 那麼好吃 可是就是你想要 想要吃的時候 它就是很方便 又是一個湯包 然後我買了一個這個是 牛骨湯 我是打算就是 當高湯使用的 它是一個牛骨湯 這樣子 那我還買了這個 可以撒飯的海苔 就是可以做壽司 可以做飯管 就是你飯煮好之後 你就直接撒這個 它裡面已經有鹹味了 然後也有香味了 你拌一拌一拌 就可以捏成像這樣子的飯糰 然後我想說可以給小朋友 當點心吃 因為現在我兒子他的點心就是 你知道麵包啊 然後跟可能是小點心 小餅乾類的東西 那我就覺得好像 他太常吃的那些東西 也不太好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做這種給他吃好了 當然就是這種 這種東西 他的麵筋也是有加些味精或什麼 我猜 所以多吃當然也不好 但是我覺得 它本體是飯 應該會比 就是 奶油跟糖一大堆的 麵包來的好吧 對 反正我就買了一個這個 最後一個呢 是Oreo的這個麥片 我個人真的是太愛巧克力了 你們看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為什麼台灣的加勒士 沒有這麼多這種東西啊 它聞起來的巧克力味 是比較重的 它是做的像這樣子的 它是做的像這樣子的 它好甜喔 它好像爆米花的感覺 它有白色的 白色的 它黑色都是空心的 我看白色呢 白色就是原味上面裹白巧克力 有夠甜的 好 我覺得這個喜歡的人可能會比較多 可是我覺得它有點太甜了 然後我倒在裡面吃吃看 我覺得它太甜了 而且它感覺會比較快軟掉 就是泡在牛奶裡 它泡在牛奶裡就沒有那麼的甜 就比較適合一點點 以好吃度來講我覺得 這個的耐吃度可能會比較高 然後它也比較符合Cereal的感覺 我覺得兩個混在一起應該蠻好吃的 可是這個泡軟的速度比較快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開箱 我在蝦皮的e-mart上面買的東西 然後也謝謝跟我分享說 蝦皮有e-mart的朋友們 因為真的太多人跟我講了 我就沒辦法一個一個感謝你們 那就是謝謝你們跟我分享這件事情 然後呢我也順利了買到我想要的東西 那喜歡韓國食物或者是調味料啊 或者什麼 你覺得在台灣很難買掉的東西 你都可以上去找找看 而且它上面還有賣跟防彈聯名的東西 我今天在上去看東西的時候 我發現又想要上去買一個韓國的芝麻油 然後我就發現它首頁跳出就是 有跟防彈聯名的彩妝品 所以各位防彈迷妹們 可以去看看喔 !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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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